说起香港电影 一定绕不开动作二字 从早期的功夫片 武侠片到后来的警匪片 黑帮片 武士文化已极其带来的动作设计 一直是港片独一无二又不可或缺的元素 香港金像奖更是从第二届 就设立了最佳动作设计奖 我们这里要说的这个武士 曾经17次获香港金像奖 最佳动作设计提名 并凭借神偷叠影子与风暴 特务迷城 十月围城一个人的武林和湄公 和行动六次获奖 他就是被业内称为 天才动作指导的董伟 董伟出生于上海 四岁隋家人移居香港 之后就跟随著名的 京剧戏班师傅粉菊花学系 与林郑英 肖芳芳 杨盼盼 孟海等人是同门师兄妹 看他的采访 普通话标准的 像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这都是自小学习京剧的功劳 和大多数懵懵懂懂的 戏班孩子不同 董伟从小就很有自己的想法 该干什么 怎么干 他都有计划 就连拍戏也是 不会人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曾因为哭不出来挨过师傅的巴掌 董伟十几岁就当上了电影武师 因为长得标志 帅气 他也经常演一些小角色 1973年 李小龙的电影《龙争虎斗》里 需要一个会功夫的少年 董伟很幸运地被挑中 短暂地露了个脸 不少观众还因手指月亮的桥段 记住了他 对于巨星李小龙 学功夫的孩子都当神一样崇拜 可董伟却不同 当时还不到20岁的董伟就有这样的意识 李小龙演戏的方法绝对是过火的 是夸张的 这么夸张还能演得好 全因李小龙个人太有魅力了 而其他人是不适合这么演的 这就如同周星驰的《无厘头》一样 大概也是从那时起 董伟开始逐步完善自己关于动作设计的想法 他认为一部电影不应该一上来就考虑该怎么打 反而应该想想为什么要动手 弄清楚了动手的原因 自然而然就会指导怎么打了 这个理念在他出任武术指导的古装武侠喜剧 《英雄初少年》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董伟用动作营造出十足的戏剧张力 这部电视剧令他在行业内声明确起 自此朝着行业顶尖一路狂奔而去 《英雄初少年》董伟也是主演之一 他之后也演了不少影视剧 但他本人更喜欢幕后工作 所以后来渐渐放弃了表演 看多了港产动作片的观众 大都能分辨出那些风格鲜明的武术指导团队 洪加班 程加班 程晓东 袁和平 唐继理 可偏偏到了董伟这里 完全没了套路 质朴写实的七件是他设计的 虚幻缥缈的无极是他设计 粗广豪放的天地英雄也是他设计的 细腻温婉的画皮还是他设计 就连风格前卫的歌舞片如果爱都是出自他手 看董伟的作品越多你就越会发现 他没有模板可套 没有规律可循 每部电影的动作设计都是全新的 不重复的 在董伟的理念里 所有的设计 所有的动作 都要配合电影的故事发生 动作设计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作 如果不能表现剧情 不能摆得近感情 那么再好看的动作也没有用 就好比电影中的两个武林高手对决 如果你看完之后记得住他们的招式 反而说明动作设计做得不够好 如果俩人打完之后你一招也没记住 但是却深刻地感受到了他们每个人的感情 牢牢记住了他们对打的原因 这样的动作设计才是影片所需要的 正因为如此 董伟在快节奏的港片拍摄中 始终坚持自己的制作周期 哪怕全香港的导演都要边拍边剪 他也要在拍完戏之后先暂停一个星期 然后再开始重新考虑动作镜头的对接 转换等问题 董伟把这叫做二度唱作 这样才不会陷入自己的思维定势 才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产生 英雄本色的热血和剑语的诡诀都是源起于此 董伟早年曾加入过洪金宝的洪家班 他曾17次提名香港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 6次获奖 10次提名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 两次获奖 如果以成就论 他在混过洪家班的人员里 绝对算高手中的高手 他是无数指导行业里金字塔顶尖的人 但由于他为人太低调 只专注工作 所以认识他的人并不多 如今对得奖已经麻木地懂尾 觉得奖项并不能代表一个电影创作人的成就 得奖并不是代表你最好 不得奖也不是代表你最差 对他来说 比奖项更重要的 是电影人的良心热爱工作 认真敬业 把控风险 让投资方觉得物有所值 正因如此 拍驱魔警察时 一向反感封建迷信的董伟 还是选择兢兢业业的把戏拍到最好 给莫公做动作设计时 年过万百的他每个动作都要亲自示范 在特务迷城里 成龙的每一个动作 他都会提前做好册封 测速 称重等多项工作 提前查阅资料 最大限度的保证演员安全 董伟曾直言不会自己伺候不了想法和变化都太多的徐克 但在徐老怪七剑感进度时 仍然接受了徐克的凌危寿命 并和刘家良 雄欣欣一起获得了第25届金像奖的提名 董伟在访谈中曾经这样比喻 如果你从事餐饮行业 让顾客吃得好不好是一回事 但是至少要吃得干净 不能有质量问题 这是底线 而做好电影就是他的底线 即便是纯粹的商业片 他还是要坚持拍出自己儿子长大以后也还能看的作品 除了以上这些知名作品之外 没有挂名董伟的动作片也有不少 说起张艺谋的英雄 人们都认为片中那些规律的武打设计都是程晓东的杰作 其实电影最早指定的动作设计便是董伟 尽管董伟和张艺谋因理念不同而最后分道量镖 但片中还是保留了一场由董伟的构思一场戏 甄子丹和李连杰在比武时 时隐时现的琴声 刀剑上的水滴和两人潇洒的动作相得一张 动静皆宜的美学为这场打斗赋予了一种禅意 而有着大量打斗场面的十月围城 其实也并非由一个动作指导完成 而是众人齐心协力的成果 人们已知的 参与其中的动作指导就包括了甄子丹 李达超 李中志等等 其中黎明以一把铁扇大战一众鹰犬一场戏 就是由董伟帮忙完成拍摄的 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 这段打戏和之前几段打戏的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 董伟为人谦和低调 也很少在公众前露面 不争明逐利的个性 让他始终与观众之间保留着某种距离感 神秘感 陌生感 但在业内 他的成就和知名度足可比肩 红金宝 袁和平 袁奎 程晓东等等动作大师 当观众仔细了解他的履历之后 或许惠不禁地发出原来这些作品 都出自董伟之手的惊叹声 尽管如今的董伟喜欢隐居于母后 但直到今天 他仍然是不少华语大片武打动作方面的重要掌舵人 毕严有没有 快将ic 参加